在这方面要讲国外恐怖片 从原罪这角度 还有一些比较隐晦一点的 你像在八十年代 曾经有一部著名的恐怖片 叫《闪灵》 故事也非常吸引人 他说的是在深山里头 一个酒店对外招管理员 怎么招管理员 说一到冬天 这大雪风筛 这酒店就停业了 可也得有人照顾 说白了你就来干嘛 打经来了 好听叫酒店管理员 不好听你就来打经来了 所以为什么一到冬天就停业呢 它不完全是大雪风筛的事 说在若干年前 有个冬天的酒店管理员 在这上班 全家人也都在 突然间发疯了 把全家人都杀了 最后他也自杀了 所以这时候封酒店找管理员 结果有这么难的 带着老婆孩子 应聘就来了 他来当这管理员 也是觉得 这个地方挺消停 我在这干嘛 写我的小说 结果全家搬到这酒店里 就觉得不对劲 也开始有点精神错乱 总觉得有鬼魂引诱他 引诱他干嘛呢 你把你老婆孩子杀了吗 后来他被折磨 就有点精神错乱了 真就动手杀在酒店里头 这里头有什么缘故 这故事一开始啊 电影里写着 男主人公说就是 他是一个特别自私的 这么一个人 而且也对家人 很不负责任 比方他自己的书稿 往那摆着 孩子淘气给弄乱了 他能收拾这孩子 把孩子胳膊弄脱丘了 就是根本不在乎 家人的感受 就你如此粗暴的 对待家人 繁衍成一种极端 发展的极端 就你要杀家里人 最后你冻死 家里人跑了 就西方人家庭观念很重 对家庭不负责任呢 对家里人采用暴行 有家庭暴力的人 在一定程度来讲 这就是一种原罪 七十年代 有一部很有名的 这个恐怖片 叫《驱魔人》 这里头就是讲 一个没有信仰的 被魔鬼传选 就说白了信仰 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这就是 雳主